欢迎回来 昨天建峰在节目当中 就教大家怎么来看指叠讯号 接下来又要问建峰了 今天指叠讯号你有看到吗 好 其实今天是有看到一点点端倪 因为在今天的话 刚刚其实欣宇前面有讲到 今天拉出一个下眼线 对不对 其实它是符合我们跟大家讲的 第二条路嘛 我之前就在节目上有告诉大家 要看初步指叠就只有两条路 第一条路 他不要跌破前一天的低点 低点不能破 第二条路就是跌破可以 但是要拉出一个下眼线 拉出红黑棒 展现多方支撑力道 那今天很明显嘛 第一条路他行不通嘛 因为他跌破昨天低点 所以说今天是属于一个 第二条路的一个初步指叠讯号 那一样我们按照機率 我有跟大家分享过了 分析过了 通常一根黑棒就要做判断出 他是逆转黑棒很难 对胜率不高 顶多五成 顶多五成就像前天 前天一根红黑棒在季线 还有季线 他还手稳季线 还有红黑棒 大家都认为 哇手要到季线稳了 就破了 结果昨天一口气大跌两百五十点 所以要多看一天 对还是建议多看一天 好吧 这就是一个操作机 其实看两天已经算很短了 那至少就是多看一天 等到明天他去站稳今天的高点 他才是一个正式止跌 那台股呢 就比较容易会有一个反弹的行情 好不好 这个来讲的话 大家好好地去做观察 所以首先来讲话 当然你盘中要知道 像例如说 我跟大家讲这些东西 其实我在盘中呢 在我的LINE群组 也会跟大家做个分享 所以如果说你想 获得一些及时的操作讯息的话呢 还是建议啦 今天加入我们LINE的群组 好不好 好 我们自卡来看一下 其实明天关盘中也在哪里 因为现在投资人对于盘 是比较关心一些 所以今天我们再次把 原本放在节目最后的关盘重点 移到前面来讲 没错 因为在现阶段你聊闲 看家权支出 到底能不能止稳嘛 如果他一直狂泄下去 所有股票都会被带下去 像昨天有点多杀多 对 昨天就变短 你看昨天来讲的话 自营商卖了七十五亿 就是家权加贵买 然后呢 融资呢 也大减将近三十亿 其实这就是快速清洗筹码 对 快速清洗筹码 因为自营商跟一般投资朋友 其实他们筹码是比较浮动的 那这样快速的出场之后 其实快速让了筹码来做个沉淀 所以才让台股呢 开始陆续续续 有个反弹情况 那昨天节目上 我告诉大家 其实台股加运指数 离十字线的乖离率 也拉大了 短线上有超跌的讯号 所以在这边 我本来就是告诉大家说 这在回补缺口之后 昨天跟大家分享缺口 一五三三四哦 那今天打到多少 一五二八几的样子嘛 就开始往上去拉 他回补掉那个缺口之后 就开始往上拉 这节目我们昨天 在节目上都跟大家讲 他打到要缺口 就比较容易获得支撑 那果不其来 他获得支撑呢 再来看什么 就是明天 沾上今天高点才正式止跌 所以今天的高点很重要 对今天 明天走势非常重要 能不能止跌 就是看明天 万一明天又像前天 让止跌失败 又要下去了 万一下去 一五一八六 一五一八六 这个颈线支撑跌破 怎么办 这一下去 可能又要六七百点 一下去有个超大缺口 等着被回补 所以说这个点 大家一定要好好把 写起来 贴在电脑上 好不好 如果跌破 真的要非常 要小心 对不对 好 那如果说明天 他真的很好 他完成了正式止跌 但是你要注意 先视为反弹行情 为什么是先视为反弹行情 因为月线下弯 月线已经往下压 代表说 中期的趋势 已经开始偏空 所以说我们在潮流上 其实当然我们要去做一些规划 但是你也不要去过度的乐观 或过度的悲观 我们就是按照这个讯号来走 那现阶段既然月线下弯 我们当然是先看反弹 当然先看反弹行情 那如果说他真的后面 真的去站稳月线了 你再用力进场 用力去抢 那都OK 就是站上再说 对 站上再说 不要去想太多 现在就算上涨 就视为一个反弹行情 那我这边就先提醒大家 强反弹的操作是怎样 说叫快 快很准 没错 一定要快很准 你不要跟他谈恋爱 你不要像像之前一样 之前我看 我跟大家分享的各 我看都是一个大波段 都二十percent 三十percent 四十percent在获利 但是现在没有了 好不好 我要跟大家讲 不可以这样子看了 因为 强反弹就是要快很准 有获利就要跑了 说实在话 因为反弹行情是最难以决 最难以判断的 反弹行情最难以判断 随时会震荡 随时会回撤 好不好 所以你有获利要跑 有获利要跑 甚至你说上面的反压 通常加权指数跟个股一模一样 上面反压十字线 跟反压的月线是最大的压力 所以到这边一定要调节 好不好 那指数的部分 目前十字线在15696点左右 月线在15767点左右 那在这个反弹 这个区间来讲 一定要小心 建议都要先调节持股 那这个月线跟十字线 就是持续往下去走 每天都会越来越低 所以指数往上去靠拢的话 就要留意他们月线反压的一个压力 好不好 这个部分关盘重点 现阶段是非常的重要 就关乎着 后面反弹行情的情况 大家一定要好好把 那我有问题了 既然现在是反弹行情 要抢的话 手脚要快 那我们怎么样瞄准反弹的标的呢 好 没错 其实反弹标的话 很多人都会问 有些人就喜欢去抢那种跌生反弹 跌生反弹我不反对 其实我不反对跌 因为很多个股 像最近急跌来讲话 很多个股股价 它离十字线 这个复乖利率 你现在已经变复乖利率 因为股价在十字线上 扩大了 已经扩大很多都20%以上 那这跟过热一样 有没有 我在跟大家讲过热 就是均线20%以上 我们要获利放口袋 那现在跌了 复乖利率20%以上 代表短线超跌 短线超跌 短线超跌随时会反弹 但是 但是 这种反弹 这种反弹 它会走得更快 你就要小心 它只要一往上弹 容易遇到卖压 因为有的 说不定 有往下接 解套它就想卖 解套它就想卖 所以说 基本上来讲话 抢那种跌升反弹 你手脚要更快 要更快 那如果你想 你想要再稳一点 抢反弹 要抢什么 我会建议你去抢 强势的族群 强势的族群 就是说 现在 台股家里 不是跌到季线 跌破季线了吗 对不对 那这些族群 大部分的个股 连月线都没跌破 甚至连十日线都没有跌破 这种个股 这些个股 才是强反弹好标的 但是我不是说 一直创高 你去抢它 强反弹当然是说 最近跟着大盘回撤 但是没有跌破十日线 没有跌破月线 这就是好标的 例如说 你看我昨天 我在节目上是不是高大 你要特别去留意探权 对 这个是一个中长期的趋势 那 它之前一直飙一直涨 你也不敢追啊 对 不过今天华仔又创高 对 还是强 真的非常强 我们来看它的K棒来讲好了 好 我们来看它的K棒 你看华仔金又创高 昨天你看这个超级大 长 我有说嘛 它不要跌破 低一点就会大量换手 对 还真的大量换手成功 所以你看华仔当做个指标 就知道 这个探权的资金 还是在里面 好不好 这就非常简单嘛 他为了不然 他怎么可能会创高 台股在大跌 他怎么会创高 因为资金在里面 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探权来讲话 前两天 像昨天在节目上 我也告诉大家了 如果有 这两天是回撤的 可以留意哦 那大盘明天 如果止跌这些 如果有回撤的 有回撤的探权股 大家要留意 例如啊 例如说看什么 我们看1907有风雨好了 1907我们看 他是不是有回撤 虽然回撤不多啊 他回撤到五日线 也一个火K棒 这是止跌讯号 这随时 这个33块 都有机会去挑战 去做创高 OK 或者你说 像1904的阵容 阵容的部分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你看也是一样 然后沿着五日线 虽然说有回撤 但是回撤不多 这都是强势股 如果你要抢反弹 要去抢 有在整理的强势股 这个 或抢反弹 会更加的稳定 而且甚至 他会比 你去抢到跌升反弹 还要多报酬 因为这个 通常一喷出 一创高 可能又喷出 一二十percent 所以说 你要抢反弹的话 我会建议 你就是去抢这种 抢势族群 然后里面 他股价是在整理的 他不是在创高的 创高你就没什么好强反弹的嘛 那就追强势股 那这种股 强势股在做整理的 好 投资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 尤其像探权 我在节目介绍过 我认为他是一个中堂局趋势 他可能会复制像除能 复制像军工 一样那样的走势 所以要留意 好不好 探权部分 这些个股都可以特别留意 再来就军工航台 军工航台 你看今天保益也创高 对 保益今天股价也创高 代表什么 资金还在里面嘛 对不对 就很简单嘛 大户没走 大户没走 他当然不可能 现在一段盘在跌 可能很多都跌得稀里哗啦 那他资金就不会去管他些 他资金会找出口 就是集中在这些族群 所以保益又创高 所以有在整理的军工航台股 你说像汉祥雷虎 或者说像祥明公准 例如说我们来看祥明好了 祥明是我们在节目上 有特别为大家介绍 隐藏版的军工股 对不对 我们在这边跟大家介绍 对不对 然后标出去之后我也说了 获利放口袋 对不对 你看获利放口袋 现在不是很好 对 很黑皮吗 获利放口袋不是很黑皮吗 但是对 没错 就横盘整理 其实他也有回撤 但是他是回横盘 在十日线附近 横盘在十日线附近 对不对 像他今天这个K棒守住之后 明天如果站上今天的高点 又要攻击这个伊犁斯楼 又要攻击伊犁斯楼 那你之前没有赚到的朋友 这时候回撤让你买啦 对啊 我是不是说到这边不要追了 不要追了 甚至你要获利放口袋 那我们也是获利放口袋之后 哎 回来 这反而又有再次布局的机会 所以你要抢满坛 要抢类似像这样的个股 好不好 或者来讲话 我们可以看到 在下一个族群 回到字卡可以看到说 除了这些来讲话 还有资通 资通也超强 最近人气很旺 超级强 对 一直在做创高 代表什么 资金真的一直在里面嘛 贝利 瑞良 你说什么 红金资 安金资绿 资通 哎 这些个股 当然我觉得你再创高 你就不要追他 你不要抢他 但是有在整理的 好不好 你要去留意是有在整理 而且均线 短期均线没有跌破的 这个就是一个 抢满的好标的 好不好 生技的话也一样 生技你说南光森达 这个其实最近 外资也有在买 尤其是投信在买 好不好 那除了也是一样 除了我们也特别来看一下 身为能源好了 好不好 身为能源来讲话也是一样 我们先前在 持续追踪的 我们在这边跟大家推荐 对不对整理的一个月 85块附近 然后喷出去周围 告诉大家不要追 获利放口袋 有没有 获利放口袋完之后 瞎回撤了 但是你看 他越线在这 就还没碰到 而且重点是你看 他慢慢量会慢慢的缩 如果他量缩持续到月线的话 月线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支撑 那边或许又有再次布局的机会 好不好 所以很多强势股 你之前没赚到 没没没没关系 没赚到算了嘛 要不然怎么办 但是最近的回撤 反而是提供再次布局机会 好不好 如果台股直稳 台股要展开一个反弹行情的话 这些强势股均线没有跌破 月线首稳的强势股 他们反弹的一个空间跟机率 就会更大好不好 所以投资朋友这些这些个 我一定要特别留意 ok好 下张自考我们来看 在现阶段 我知道盘子震荡 大家真的很害怕 昨天我赖都爆掉 去去超多的 莫名其妙加了好多人 然后讯息超多 那没关系盘子震荡 我知道大家一定很害怕 因为大家想知道怎么办 对 大家真的想知道怎么办 没关系 我会特别的来帮助大家 所以你现在一样 假如我赖的群组 会免费的持股诊断 太弱流强调整持股 但是记得一定要留下电话 要不然我的助理 有时候找不到人 好不好 免费的持股诊断 太弱流强调整持股 因为现在盘子在震荡 盘子在震荡 那你现阶段工作 不是说我要我要进场 去抢什么股票 不是 当然那些股票你要观察 但是不是进场时间点 那不是进场时间点 你要干嘛 你除了观察那些强势股之外 最重要的 你就是要做好持股的调整 你一定要做好持股调整 太弱流强把资金留好 或者说保留点现金 之后你才有钱强反弹 要不然你现阶段 股票跟着一直跌 你也没太弱流强 那反弹又是弱势反弹 反弹一点点就挂了 那没有用 你要找反弹是什么 反弹上去的是强势反弹 就像我刚才讲那些强势股 打到月线强势反弹 甚至能够创高的 你就是要太弱流强那些股票 把不好的去除掉 好的留着资金集中 或者把资金留下来 等待后面盘着指纹的时候 再进场去做一个操作 所以说现在最重要的动作 最重要的功课 就是调整持股的部分 好不好 那你加入赖群主号 我会来帮助大家 做个太弱流强的动作 好 那我们今天特别来看 就是说 我刚才前面讲到 如果你要强势股 要做个操作 或者说我们在节目上 分享的个股 你该怎么操作 好不好 比如说车用金屏 我告诉大家 因为这档我们还没公开 那基本上 机密电阻需求维温 第二季采能律用上升 其实他在最近来讲话 他还是在涨 我们跟大家分享不到70块 股价不到70块 但是他现在我记得 今天好像7374吧 还是涨 盘4你看跌破月线 大盘跌破月线 跟他其实没什么关系 不跌很厉害 对不跌就很厉害了 好不好 那他股价随时会再有机会去做个创高动作 因为今年预估五块钱的 本益比一样抓二十倍 推估目标价在一百块的情况之下 其实他现在股价其实几块 后续还有很大的一个上涨空间可以期待 所以都这个可以留意 那下张志卡 我们再来看到 像这两个股 小美我们刚跟大家讲过 你看获利放口袋 现在拉回让你买 你就要留意 下张志卡 我们可以看到说 常态起飞也是一样 获利放口袋之后 现在也是拉回 但是他有跌破月线 等他重新站回月线 再去找布局机会 所以说这些强势股 或者说盘是直稳之后 你该抢哪些标的 我这边有一定要冷静判断 思考好 然后好好的去做操作 好 所以说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标的 在整个大盘 没有受到大盘下跌影响的情况之下 能够不跌或是逆势上涨的标的 很可能就是下一波的强势主流了 那时候投资人就要注意 投资的机会了 对 没错 谢谢龙哥为我们带来 最精彩的分析 里面